首先我們會看看如何用python來做一些簡單的數學運算 很多同學都會覺得用python或者是做programming其實很多時候都會牽涉到一些很複雜的數學 但其實不是這樣的我們只要吃一些加減成除就已經足夠了 好了我們現在先試一下在console打一些數字下去 例如我們打123123我們按enter或者return 它就會出一個result或者出一個運算的結果給我 但因為我現在沒有做任何運算所以它就給我一二三 例如我們現在打23加54它就會出一個77的加數運算結果給我 又或者我打34乘5就會給我170的運算結果 除數一樣我們打21除4就等於5.25 留意我們打那些運算的符號和數字的時候其實打空格其實是沒有所謂的 例如我們剛才的除數21加一格除加一格4其實它都是一樣給到我們同一個運算的答案的 很多時候我們都想把我們的數值或者運算的結果去用一些方法去記下它 我們現在就可以試一下用一樣叫做variable或者變量的東西了 例如我們打a等於4 我們其實可以去variableexplorer那裡看看 我們就已經開了一個新的variable叫做a 然後就assign了一個4的數值進去 例如我們再打b等於24 我們又開了一個新的variable 又assign了24這個數值進去b 那麼我們可以其實把不同的variable做一些運算 然後再把那個結果放進去另外一個variable那裡也可以 例如c等於a加b 那麼我們看到c的variable現在就變了24加4 就是28 如果我們現在看一下variableexplorer 我們有三個variable ab和c 他們現在其實三個都是載著一個整數的數值 那麼整數其實在python裡面呢 就有一個特別的我們叫datatype 那麼你會見到這一行其實就告訴你 那個datatype就叫做int 或者我們叫做integer 那麼integer就是整數的意思了 那麼除了python之外 其他programming language 多數都會是用這個這樣的稱呼的 好了現在呢我們試一下做除數了 我們打d等於a除b 那麼你會發現d呢就是一個小數了 那麼小數呢在python裡面呢 也都有它的自己的datatype 那麼就叫做float 那麼我們要留意一件事的就是 在python裡面呢 variable的名字的大小階呢 是有分別的 是重要的 那麼例如我們現在試一下帶一個大階a 等於23.4 那你會在variable explorer那裡見到呢 其實它是和小階a那個variable呢 是有分別的 它是變成另外一個variable的 那麼所以在python的角度來看呢 小階a和大階a呢其實是兩個不同的variable來的 那麼這個就要留意了 那麼variable名呢就不需要一定是一個單英文字母的 我們呢其實可以給一些我們看得明白的名字 那例如我們現在要做一些貨幣運算 那這樣才算啦 那麼我們可以做一個新的variable出來叫做usd 那麼就給一個25的數值去啦 那麼跟著我們另一個叫做rate 那麼就是那個兌換率啦 那麼我們就當給7.8啦 那麼我們就可以將usd這個variable 乘rate這個variable 那麼就計算 哦原來25美金對港幣呢 就是乘回7.8 那麼就是195塊了 那麼有另外一樣東西我們需要留意的就是 有時候我們寫program 在同一個program裡面呢 可能會牽涉到很多個不同的variable 那麼所以我們想那些variable名的設定的時候呢 就需要仔細些 或者是越容易看得明白呢 其實就越好的 那麼看回我們的例子 我們那個program可能會是牽涉到很多個不同的貨幣匯率 那麼剛才我們那個rate的variable呢 其實我們是可以叫它做usd to hkd rate 那麼的話呢 其實就會更加清楚地表達這個匯率呢 其實是美金轉港幣的 那麼當然一吋這樣的字其實就有點難看啦 那麼不如我們試一下加一些空格在中間 那麼你會發覺呢 其實就會給我們一個error 那麼所以呢其實呢 variable的名字呢 其實是不可以有space的 不可以有空格的 那麼如果我們不用空格的話呢 其實我們是可以用underscore來代替空格 那麼所以你看到呢 其實如果用underscore的話呢 其實是可以把字和指中間呢 就架一架開去 讓你其實容易一點看 那麼除了用underscore之外呢 其實我們還可以用大世界的不同的組合去劃分那些字的 那麼就好像我們這個這樣 大加usd to大加hkd rate 那麼當然 那麼究竟用underscore 或者用大世界呢 這個就是一個個人的喜好 那麼就不會說對或者錯的 兩個都可以的 那麼最後啦 variable呢 其實它儲存的數值呢 是可以隨時改變的 所以為什麼要variable 就是因為 變量 就是因為它的數值呢 數值是可以變的 那麼每天都可能是浮動的嘛 那麼所以呢 其實我們是可以打回usd to hkd rate 那麼就給它一個新的rate 那麼相應地 我們如果用這個新的variable 去再計算的話呢 那麼當然出來的運算結果都會不同了 就是一個眾的前提 refreshed 我們如果用這個建築物 但是我們會聽不懂 發生了